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山东沿州战役之后 辗转来到海南 后来再到台湾 他的妻子是陈伯兰 徐州某中学的校花 后来因为涉及供典案 李玉坛被认为是知悔不报 被枪决 李玉坛这个案子从逮捕到枪决 那个时候媒体其实都没有报道 可是来台湾的山东人几乎通通都知道李玉坛不见 所以这也成为白色恐怖的一大起案 我们这期本来应该是战云密布的 就突然被老台一阵风给吹散 不过呢我们这样讲的还是跟军事有关的 是 我之前访问过一位徐伯伯 他是山东诸城人 他是在青岛的时候 跟着刘安琪撤退的32军的老兵 他在海南岛的时候 他说他经常看到李玉坛开着吉普车去巡视 那他的老婆呢都是坐在最前面 徐伯伯讲说他来到台湾 听到同乡提到李玉坛的时候 也都是说李玉坛对老婆非常的好 可是好像也很怕老婆 我们上次看到那个李玉坛一出去 他就坐在旁边 我的想法是李玉坛虽然是山东人 可是他与台湾的亲联比较多 先讲他的故事 透过他再去讲演作战役 可能对于不是那么熟悉演作战役的朋友 会更有感觉 只要讲李玉坛之前 我想要请老谭帮我们科普一下 山东山里基的李玉坛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山东山里指的是李先州 李延年还有李玉坛 因为集管都是山东 又都是方浦一气 所以被称为方浦三里 那个时候还有一句话是 山里不如一晚 五晚就是指山东省省主席王耀武 那抗战结束之后呢 李玉坛他被任命为 第十绥靖区的司令官 主要就是负责山东沿州这一带的防务 1948年夏季开打的沿州战役呢 蒋介石命令他要死守 顾守待员 来达到牵制的效果 等到南北援军赶到了以后再出战 听起来是挺不容易的啦 又要他来担任这个颅主 最艰巨的任务 结果是呢 沿州战役从开打到陷落 援军其实都没有赶到 那这一段历史呢 我们之后会说 总之呢 逃出来的李玉坛呢 过去虽然说有战功 在看战的时候 他还获得青天白日的勋章 可是被国防部宣布 永不入用 不到半年呢 老蒋下野 李中仁呢 要血月去守海南岛 那血月就把过去 这位在打过残杀保卫战 死坎硬坎 残杀有功的老部署 找去 出任海南防卫军 副总司令兼第一陆军司令官 还有三十二军的军长 我们知道李玉坛已经被拔官了 那他是凭借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他可以在东山在一起 主要是 血月不是那么听老蒋的话 那再加上老蒋下台 所以他就用了 第二呢 是李玉坛是防普一齐 他的资历绝对没有问题 那第三是三十二军 他们是跟着刘安齐 从山东青岛撤退出来的 那军长呢 赵廷并不是那么听血月的话 后来从海南岛到台湾数值 就被通知说你不用再回来了 山东人的李玉坛呢 就顺势接着以山东人为主的 三十二军的军长的位置 海南岛是在1950年的1月被拿下 撤退的时候呢 李玉坛也跟着到了台湾来 那为什么之后的转变变成 就是李玉坛就被枪毙了 这主要是与他的妻子 陈伯兰有关 他的妻子因为涉及到供典案 李玉坛被认定是知悔不报 就在1951年的2月5日除夕 他们两人被压结到台北碧坛的刑场执行死刑 罪名是包庇叛徒 还有善货军人啊等等 所以共谍在那个时代实在是太敏感 这一段有没有更多的细节跟描述 已故的香港暴人朱正生 他以前曾经是中央日报的记者 他是用龙马书生作为笔名 出了一本书《台湾行》 他里面有提到他到台湾的时候 遇到李玉坛的四弟 那个时候是国大代表李运轩 就透过李运轩知道了一些李玉坛被枪决的内幕 里面写说李玉坛的妻子陈伯兰 有一位足兄是陈时钦 原来是第十军的军需处长 那早年曾经参加过共产党 那李玉坛撤退到海南岛之后 陈时钦伤祸陈伯兰向共产党靠拢 陈伯兰因为战乱流离 积蓄也逐渐的坐次上空 所以后来想想也要做一个 视食物者为俊杰的人 可是事迹外泄 被台湾的情报机关得知 用总统召见的名义 把李玉坛夫妇逮捕下狱 所以我们这样听起来 夫人应该是的确有状况 李玉坛的部分就没有什么直接证据了 军华审问的时候 是由第三师的师长钱大军 担任军华庭的审判长 后来认定说他是自家不言 香港报人朱正生的书 是这样子写的 李玉坛好像是欠了陈伯兰 这是前世的债 怎么样子都不肯说 这是老婆的问题 只有一直的喊冤 那钱大军虽然骂李玉坛浮屠 李玉坛就是不开口 像碰到这样的情况 当时应该要怎么判 按照刊断时期减速匪谍条例 第九条 支匪不报呢 最高的刑期也就是七年 不过军华审判呢 判他七年判决书送上去的时候 蒋介石批了个再判 军法官呢就把他改判十五年 据说陈送上去的时候 蒋介石亲笔又写了一个词 所以改判实行 所以这样看起来是非得要 从严处理李玉坛 那李玉坛呢他在狱中留有遗书 给他的女儿李国英 还有他的五弟李应堂 我命以遗 但是与我无关 总统命令 已无申诉余地 我死后呢 希望会有公论 我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 国家如此对我 与国家合议 实在让中共所快 我不足惜 不过一生畏国 如此下场 心有不甘 和平之后呢 把他站在徐州云龙山 那为什么他一定要选在徐州这个地方 李玉坛的妻子是陈柏兰 他是江苏同山人 以前曾经是徐州魔女中的校花 那李玉坛他在担任第九旅旅长的时候呢 与陈柏兰结婚了 李玉坛他在府法那天呢 是1951年的农历除夕 他们看到了宪兵到拘留守区踢人 最初以为是蒋介石想到说要过年了 所以要特赦 所以他们就沐浴换砖 陈柏兰呢 还稍微擦了点粉 可是一走出去呢 看到的是赫强的士兵 才知道说情况不妙 李玉坛那个时候还可以保持军人的这种本色 非常的镇定 可是陈柏兰呢 已经他的腿都已经软了 没办法走 他们夫妻被邀到新殿刑场呢 要呛绝之前 据说陈柏兰的酸腿跪下 抱着李玉坛的两腿 哭得说 我12万分对不起你 希望你最后能够饶恕我 在这样子生离死别的情况之下 李玉坛他却骂说 山东人是不装脑腫的 哭什么 于是呢 他就敞开喉咙 喊了口号 第三句是 蒋总统万岁 随后呛声响起 而李玉坛他们夫妻过世之后呢 特务以为说陈柏兰是被共产党所利用 家中一定会有一些主宝啊 环境等等 结果打开他们的保险柜一看 除了一些平时穿戴的首饰 一些简单的事物之外 其他其实什么都没有 所以非常的意外 李玉坛是在台湾被枪决 未来希望说 葬在跟妻子有关的地方徐州 听起来是一名柔情的 这个爱妻的山东铁汉 是 对于这段历史呢 资料其实是相当的有限 我自己听到的民国降临 山东山里 陈柏兰呢 据说天不怕地不怕 可是呢 怕地也念 所以看起来 陈柏兰应该是很强势的 前面有提到徐伯伯 他在海南岛 有看到这个李玉坛 在巡视阵地的时候 陈柏兰呢 都坐在吉普车的前面 对 这样对起来应该是没有错的 是 李玉坛 他老婆是飞机啊 他老婆是飞机啊 每一次 李玉坛出去 他老婆就坐在旁边 坐在吉普车上 所以来到台湾以后 就把他扣起来了 所以呢 也是山东人的刘安琪啊 他是负责执行青岛大撤退啊 他在中研院口述历史里面 就提到了这一段的时候 他也说 李玉坛夫妻被逮捕的那一天呢 刚好去李玉坛他家 那毛泵凤进去以后 看到刘安琪啊 就说 这件事你不要管 你不知道 所以呢 看起来其实是保密局的人 直接进去抓人 那外传说 保密局呢 用蒋介石召见的名义 把他们骗上车 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 不过呢 刘安琪他自己也很感慨的讲 虽然他与其他人出面保李玉坛 可是老先生呢 还是把李玉坛给枪毙掉 蒋介石说 这家伙浮屠的该死 太太知情 他应该也要知情 所以 刘安琪讲 整个事情实在是 矫枉过正 将功折罪 也不应该要判辞行 李玉坛被枪决 究竟知情与否 我们现在很难判断 在台湾呢 做过陆军总司令的 刘安琪 他也很感慨的说 蒋介石呢 或许有点矫枉过正了 老坛呢 这次也准备了 这个李玉坛墓的照片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面 有四个大字写着 养怀勋德 在这个大字下面呢 有一堆将领剧名 那这次在跟蒋介石示威吗 这不是对蒋介石示威 因为这些是等到蒋介石过世之后 李玉坛他生前的 四十多名的老部署 可能是出于情谊或者说同情或者不满 他们就出钱出力 把李玉坛夫妻重新的牵占 站在现在是新北市五谷的释放公墓 他们还特别把李玉坛的 青天白日勋章还有证书 影印在魔官的一片白色大理石上面 摆在墓前展示出来 那勋章证书上面写着说 国民政府为第十军军长李玉坛 具有陆海空军薰陕条例第四条之薰机 给予青天白日勋章一座此证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不光是我 其实应该有蛮多人好奇 到底这一起所谓的冤案 还有没有什么我们比较不知道的内幕 或者说要去怎么去厘清李玉坛 他到底有没有知情 这真的很难理解 这比一些将领在战场上面被击毙 或者说是制裁 更难能搞清楚 因为1983年 经过山东省人民政府 报请中国国务院批准 追认李玉坛是中共的革命劣势 还说李玉坛将军在酒前之下可以明目了 可是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也针对李玉坛夫妇案重新审查 到了2004年1月17日 由陈水扁颁给回复名誉证书 给李玉坛的女儿李国英教授 之后马英九也曾经提过 民国38年因为国共内障 由于情势严峻 台湾宣布了戒严 使得很多的一些机关呢 在所谓的匪谍案 还有叛乱案的这个正常审判呢 出现了一些难权的情形 造成了冤错假案 很多人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甚至也包括曾获得 今天白日勋战的李玉坛将军及夫人 李玉坛获得了红蓝绿 三方都认可了 一下子又让人搞混了 就是整件事情陷入了一个混沌之中 其实呢 这段还是要从海南岛提起 1949年10月14日 管州失守 那海南岛的重要性被凸显了出来 李玉坛呢 那个时候到海南岛述职 他的夫人陈伯然 还有他的哥哥陈时钦 从香港也来到了海南岛 那陈时钦呢 是中共地下党员 劝说李玉坛能够起义 大陆的说法是 李玉坛后来动摇了 愿意接受率部起义 可是呢 要求先能够协商 陈时钦呢 就把李玉坛的亲笔信 带着他的妹妹 陈波兰呢 一起渡过琼州海峡 送到了广州的解放军司定部 那那个时候呢 解放军驻广州最高的统帅 是叶剑英 他就批示说 李玉坛火树起义 解放海南以后呢 可以委任 作为海南岛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 可是这封信还没有送到李玉坛的手上 解放军就在1950年的4月中旬渡海 很快的把整个海南岛拿下来 李玉坛也因此到了台湾 那因为情势变化很快 所以陈青史呢 又带着他的妹妹陈波兰 辗转来到了香港 这个时候呢 中共的联络员又带着叶剑英的机密手令 希望说陈波兰如果到了台湾 能够谨慎从事待机行动 那感觉这整个说法呢 逻辑是蛮完整的 但真实性我们可能 在新闻记者朱正森 他那本台湾戏里面有提到 陈波兰住在香港铜锣湾国泰公寓的时候 他常常去那边聊天 所以呢 他说陈波兰是被哥哥一再三护 政治立场转向 哪知道呢 到了台湾因为事迹外泄 被情报机关掌握 李玉坦他们这对夫妻呢 才同日被捕 同日被枪决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事迹 外泄才会铸成这起案件 大陆的说法是 李玉坦他的副官李干 他也是地下党员 化名为天明 那1949年10月呢 到海南岛找到了陈世青 经过推荐 变成了李玉坦的随从副官 结果呢 李干在台湾最先被逮捕 受不了酷刑 把这些事情都招了出来 而李玉坦知道李干被抓 马上就写信通知给人在高雄要塞的陈世青 要他赶快跑 没想到呢 派人把这个信寄到油桶的时候 埋伏在周遭的变异的特务人员呢 就立刻把信给截破 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就有凭有据 最正确凑了 不过呢 这个是大陆的说法 那台湾的说法这边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李玉坦被逮捕之后呢 经过调查被认定 他其实没有涉案 真正的问题是自家不言 只是呢 李玉坦可能太爱了他老婆 也可能是太怕老婆 而且呢 又想要做男子汉 不愿意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老婆 所以才会跟陈柏兰一起被羌绝 而一起被羌绝的呢 还有陈柏兰的哥哥陈世青 还有李玉坦的副官李刚 这场悲剧 为什么后来是可以被平反的 因为他们被羌绝的那天是 1951年农历春节的前一天 被羌绝之后呢 就直接送到了台北极乐殡仪馆 那李玉坦的女儿李国英呢 去认识 那个时候呢 他就发誓说要替他的父母平反 所以这是在后来 阿扁执政的时候 李国英他去申请平反 所以李玉坦这件案子才被平反 对 因为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有一些怪异之处 主要是当时蒋介石 他枪毙武史 还有陈宜等等 报纸都是用头版来报道 唯独李玉坦事件呢 却完全的不提 所以一直都被认为是有猫腻 那他的女儿是李国英 后来读了北英女 之后又在台词大国文系 教文字学 那他终身未嫁 而且作风呢 也比较男性化一点 据说呢 读北英年的时候 还穿着裤子 进入学校 进了学校再换成裙子 那他也住新殿那边 每一年过年的时候 到凡仙爵的家里 然后按照传统的理所 跪下来 向凡仙爵 磕头 凡仙爵就给他红包 这几集说下来 相信大家对李玉坦啊 他的老部下周庆祥啊 都比较有印象 尤其是他们两个人 都荣获这个青天白日勋章 不过先后都被枪决 我想大家也想要知道说 听起来比较尊重老婆的 这个李玉坦 他的青天白日勋章 是怎么来的 李玉坦他是 山东东营寺管饶县人 1924年呢 他是听到了管州房埔军校招生 就跟他的足兄李延年 就南下报考 一起成为房埔第一期 那李玉坦他作战很勇敢 东征的时候打惠州城 陈明仁是冒死 最先爬上城墙的人 李玉坦那个时候 也是打淡水城赶死队的队长 总攻号的号角一吹响 他立刻奋不顾身 也爬上城墙 所以两个小时 就把淡水城给拿下来 他在战后身为营长 这个时候李玉坦 就已经流露出 这个山东好汉 这个写信的一面了 李玉坦呢 他真正的臣民 是在看战的时候 首先呢 他在武汉会战的时候 率领他的第八军 跟日军在南巡路 击战立下了战功 因为他是山东人 所以用他的老家泰山 给了一个泰山军的 荣誉称号 那在第一次残沙会战的时候 他是以第八军的军长的身份参加 那1940年5月 第八军与第十军合并 他被任命为第十军的军长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第十军又被称为泰山军的由来 第十军在这个时候 已经拿到泰山军的荣誉称号 是 那我们也想要知道说 李玉坦是什么时候 拿到青天白日军长的 主要是第三次残沙保卫战 因为那个时候 李玉坦奉命率领 第十军去保卫残沙城 这个是最艰巨 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那个时候 李玉坦他清零前线指挥 在残沙西门 死撑了四天 日军始终没办法攻进残沙城 最后国军的援军赶到 对日军形成包围之势 所以日军在进攻残沙 还有后撤的时候 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所以李玉坦 就是因为这一战 拿下荣誉的 这个青天白日军战 那之后呢 第十军又负责打衡阳保卫战 范仙爵 葛仙才 总共有五位的降临 也得到了青天白日勋战 等于说呢 第十军一共有六面 几乎可以说是最多的 可是呢 周庆祥 李玉坦 他们也先后的被枪决 也算是最多的 不过呢 1975年的牵战 李玉坦生前的救赎 像是范仙爵 葛仙才 龙友 略 白天灵等等 就是我们之前讲 长德 衡阳保卫战等等 都有提过他们 所以说其实第十军 真的是蛮厉害的 是 对于抗战时期呢 所谓的长沙会战 总共有四次嘛 1944年的第四次 其实是惨败的 那其他的三次呢 看法也很多 那有的说三次都打赢 那有的说第一次 第三次是成功的 那也有说是前两次都不算 只有第三次 其实呢 比较客观的讲 应该是只有李玉坦担任 卢主的第三次长沙会战 才是真正的 单之无愧 之前在跑两岸的时候 其实长沙大姐是连对岸 都会竖起大拇指的一场战役 是 也有提到这个薛悦的天儒战法 可是其实我们 一般这样用字面上看起来 其实不太懂 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天儒战法 其实是口袋战术的一种 薛悦他喜欢发明新名词 基本上呢 是属于后退决战的战术 主要是把兵力呢 先部署在作战带 或者部署成像 晚转的这种趣点 用伏级 右级 侧级 尾级 等等的方式 分段来消耗敌军的兵力 最后呢 把敌军呢 拖到了决战地区 在好好的维艰 他因为薛悦保住了长沙 击败了日军 所以才成名 后来呢 执政局也有对薛悦做过所谓的口述历史 有关薛悦的天儒战都有收入 那我现在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李玉堂做过长沙会战的这个儒主 抗战胜利之后呢 被调到他的老家 被任命为第十随禁区的司令官 主折山东衍州的这个防务 1948年的夏季 开打了这个衍州战役 蒋介石呢 命令他死守 雇守待员 他守山东衍州的时候呢 衍州战役是在1948年5月29日 到7月18日 这场战役呢 李玉堂守了20多天 衍州陷落 他最后带着少数人徒伪 来到了徐州 那个时候的报纸 比较轻描淡写的写说 李玉堂抵达徐州后呢 虽然说身心不适 两耳也因为爆炸 而听力受到影响 可是袍子好友去探视的 落狱不解 所以我们这样听起来 其实李玉堂的人缘 应该算是不错的 所以他在这个 台湾被枪决之后 还有那么多的袍子 愿意出钱出力 来帮忙签葬 讲到这里 还有一个小故事 我不知道真假 不过估计虚构的成分 是非常非常之高 如果有知道出处的朋友呢 也麻烦告知 这个故事讲说 60年代呢 老蒋有一次去金门巡视 用外眼睛看大陆河山 结果突然间好像发了风 就喊说 防攻大陆 你们快防攻啊 控军还有海军司令 都不敢讲话 李玉堂的山东同乡 刘安琪呢 就说 报告校长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老蒋就气得 拿手上去打了 刘安琪 打了几下又犯声大哭 玉堂啊 玉堂啊 你在哪里 如果你在的话 我就不会受这些人的欺负 那一时之间呢 刘安琪啊 还有大家统统都落下了眼泪 我们刚在前面有讲到 要审判的时候 感觉这个 蒋介石是要出之而后快 后面这个故事 听起来 虚构的成分就 多了啦 既然讲到 李玉堂的小故事 我们这边附带再提一点 其他的 反合一下气氛 总之呢 我们本来是依据 下一起呢 要说 纪南战役的前奏曲 第三部 就是沿州战役 那这边可以先剧透一点 就是周春 还有维宪相继失守之后 沿州的战略价值 就更为提高了 那因为呢 在山东山里 李仙州 在来吴战役 也是吐司口 兵败之后 南京就指示 宁师济南 不丢沿州 主要的着眼点是 沿州呢 是南京 还有徐州的北大门 那面对这样子 严峻的形势呢 李玉堂他积极的提高战备 在1948年3月 开始扩建东关的成都 高达树战 而且呢 都还是都用 泰安的大红石头建筑的 另外呢 他也在西关的层边 挖掘战壕 深度宽度都是4米 那在修建 这些环玉公式的时候呢 李玉堂那个时候 曾经搭吉普车去查看 据说吉普车 横冲直转 压死了一名的名夫 在海南岛 李玉堂和妻子陈伯兰 会搭乘这个吉普车去巡视 没想到 在山东沿州 也有吉普车的故事 大陆的出版物 沿州战役清理记 里面有提到 货之后呢 李玉堂他就吓车大骂 他该死 如果是个活人的话 就不会压坏 有点听不太懂 他有什么意思 不过他这样讲 其实还是有一点太 对就责任是在对方 我听一些 从山东过来的 32军的老兵说 他们所听到的 开吉普车的 其实是李玉堂的妻子 所以难怪朱正生的书会写说 陈伯兰天不怕地不怕 对对对 可能是因为 当时李玉堂怕老婆 处处为父 所以陈伯兰他无照价 赚死了 犯了错误 也没有责备 所以这也是已故的 香港暴人朱正生 他在台湾行 几次的提到了李玉堂 他都感慨的说 李玉堂在战场 是永贯三军 可是面对笑发妻子 却是因爱生畏 甘于慈福 畏惧听到河东似吼 然后他又在 李玉堂受欺泪 被杀的这篇文章里面 感慨地讲 古今好多少的英雄豪杰 败于你人之手 不知多少 那李玉堂将军 不过其中之一 我们这集以李玉堂将军为主 透过他的故事 讲到民国以来的战争 又横跨了两岸 然后还提到了一些 这个冤案的部分 同时也借由李玉堂的妻子的故事 来铺垫一下 进入这个决战的位置 眼周 眼周战役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为什么这位永贯三军 抗战时期 曾经死守长沙有功的名将 最后却没有把眼周守下来 我们就等待下一集 再跟大家揭晓咯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到这边 谈兵读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直取一嫖影 结合军事 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 帮我们观看 底下留言 跟我们交流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Podcast 下面给我们留言 跟五颗心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